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胡鼠老师哦 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关于葡萄牙语AR水平的内容 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对了,我仍然是你们的胡鼠老师哦 过别了这么久,还真的有点想念大家呢 这段时间以来呀,相信大家一直在跟着葡萄牙语老师在学习AR阶段的葡萄牙语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就接过来葡萄牙语老师的接力棒 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关于葡萄牙语AR水平的普语的内容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从16单元到第20单元 就由我来负责,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了 那么好,今天我们就要从第16单元开始 先来看一看第16单元的标题吧 那就是Bonjour, comme ceci aujourd 意思是,早上好,今天感觉如何 看到这样的标题,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不是感觉有点跟健康有关啊 对了,那么在正式看第16单元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标题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从这个标题上,有没有一个知识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呢 对了,有同学肯定猜得出来 那就是CENCHED4这个反身动词的用法 在这句话当中,他把这个4前置了,并且变为成了CENCHED4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这部分内容啊,是我们在A阶段我给大家讲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那就是关于反身动词的前置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这句话当中,他的主语肯定是在问你 或者是您,对不对 就是VUSI 所以说它变为成第三诊称单数CENCHED4 那为什么4会提前呢? 同学们还记得规则的话 一定不会忘记 当有疑问代词的时候 这个代词就是要提前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就变成了GOMSE SENCHED4 对不对? 今天感觉怎么样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16单元具体讲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首先我们不一例外的先来看一下这个单元当中的第一篇课文 开山之作 就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在这一单元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哪方面的主要的内容 好,先来是DAS2R 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把这个DAS2R的内容涂一遍 看看大家能够理解多少懂多少 之后呢 我们要把他们其中的一些重点的声词 还有一些表达认真的学习一遍 我们开始吧 A Luisa A Luisa Sente dor de cabeça Preciso得出了吗? Preciso得要求一个讨论 能够一遍 啊? possivel A consulta já está marcada. Tente chegar 20 minutos antes Para eu preencher a ficha com os seus dados. Luisa, com certeza. E posso pagar a consulta com o cartão multibanco? Sim, pode. Não vai precisar de mais nada. Luisa, não é tudo. Até amanhã. Até amanhã e obrigada. 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一篇科文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还是不是很复杂,对不对? 不过其中呢,还是有一些单词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 或者是我们曾经认识的单词呢 我们就需要重新再讲解一遍 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的意思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边读课文 边学生词,边学表达,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句话 Aluisa sent d'ore che beza i den febri adresges 在这句话当中,你感觉有几个生词呢? 当然是越少越好啊 不过呢,老师要说三个生词 那就是dore, cabeza e febri dore是什么意思呢? 是疼痛的意思 我们感到身上的不舒服啊 真是特别的疼 都是dore 然后接下来gabeza 它是什么意思呢? tore,头部的意思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脑袋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了dore di cabeza 就是什么意思啊? 头疼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头疼 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啊 都会头疼 就是这种dore di gabeza 另外啊,老师要给大家拓展一下这个gabeza 这个词呢,它是头部的意思 刚才老师也说了,它有头领的意思 比如说啊,我们在一个班级里面要选班长 这个班长呢,算这个班级的代表人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领导人 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班长呢 叫做gabeza la a nuestra cabeza 它是我们的班长 或者是在一个部门里面 它是一个小领导,小头目,小组织者 那么也可以叫做gabeza 这是gabeza啊 它除了我们的器官头部之外 还有这样的一层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给记住 然后接下来看 den febre adresges 这个声词是有febre是不是 你认识这个febre吗 可能你猜不猜出来 它的意思就是发烧的意思啊 发烧 同学们把这个词记住 并且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就是den febre 这是他有发烧 就是他患了发烧这个病 那么同时说自己发烧呢 那就是对了,变位一下就可以了 den febre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话 asin desi jumaqqade uma gong suda no medjigu burkina sengibai 在这句话当中 有几个单词需要给大家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maga 这个单词呢 好像大家之前是见过的 它有什么呀 定点啊,定坐标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maga在这里呢 就不再说什么定点的意思了 那是什么呀 是预约的意思 只要大家多参与社会生活呢 这个预约肯定是远远逃离不了的 所以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maga saw maga saw 然后接下来看下一个词就是gong suda 这个单词是看病就斩的意思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挂号 然后呢,去找医生去看病 对不对?就相当于这个gong suda maga saw maga saw 就是预约一次看病就斩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magic 是医生的意思 它是一个职业的名词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能翻译出来了吧 maga saw maga saw 向医生预约一个就斩 对不对?就是要找医生去看病 原因是什么? porque não se senti bai 因为啊,路易兹这个人 她觉得不好 感觉不舒服 对不对? nose senti bai 接下来我们看啊 路易兹就给这个诊所呢打电话了 她打电话说了什么呢? 先看第一句话 embrigada 女客服 她说什么? 第一句话说的是 gong suda maga saw 像这样的一句话呢 就是标准的客服的用语 前接电话的时候 首先先介绍这里是什么 然后跟客户去打招呼 gustori magiku 就是这个诊所的名字 然后 問候一下 下午好 对不对? 接下来路易兹 她同样要回应一下这样的问候 所以说必须要说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电话当中的一个用语对话 那么同学们一定把它记住 虽然还是很简单的啊 但是当我们实际去应用当中的时候 大家仍然要能够 我会使用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看 路易兹说什么 意思是说 我想预约一下卡洛斯桑多斯医生 那么好 在这句话当中啊 我们已经讲这个单词 maga 是预约的意思 consuda 是救人看病的意思 然后其他的呢 对于大家来说理解上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他用的是glia 是一个比较谦虚啊 或者是比较有礼貌的表达形式 而这个glia呢 就是过去未完成实态 而这种实态呢 就有一种特定的这种表达的含义在里面 同时他最后还用了一个 POR FAVOR 就是拜托 请麻烦一下 对不对? 这样的POR FAVOR呢 还是希望大家多挂在嘴边 多说一些 然后接下来 说什么呢? POR QUANTO DESEJA A CONSULTA 什么意思呢? 您想预约到什么时候呢?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LUIZA 说 EU STO DUANTE A 3G 我已经病了 三天了 PRECISO DERMA CONSULTA O MAIS DEBREZA POSSIVEL 好 这句话当中啊 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呢? 我需要尽快地做一次就诊 好 其实按照我们 非常简单的一点的说法呢 那就是我想尽快地约到一声 在这句话里面呢 我希望大家非常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UM MAIS DEBREZA POSSIVEL 它的意思是 尽快的尽早的的意思 大家就把这个短语呢 标注上 但同时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做一下拓展和延伸 就是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公式 那就是UM MAIS 再加上一个副词 再加上一个POSSIVEL 就是尽量如何如何 比如说UM MAIS DEBREZA POSSIVEL 有一些同意的 我们把它换成BREVI UM MAIS BREVI POSSIVEL 或者是变成SEDU 尽早的UM MAIS SEDU POSSIVEL 或者是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 尽快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说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解读很快 是不是? 你尽快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是UM MAIS HAPPY DU POSSIVEL 是吧 尽快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短语 大家一定要把它刻在脑子里面 然后接下来AMBREGADA说什么 MUIT DU PAN UTO DOR SANTOS DEUMA VAGA MANEN 这个女客服说呢 非常好 桑多斯医生呢 明天呢 有一个空位 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 这句话 有没有不认识的单词呢 有可能是VAGA 它的意思是空位 空缺的意思 除了在这里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VAGA 这个词还在哪里可以经常看到呢 那就是在一些就职岗位上 比如说一个公司招聘了 他需要去招聘这样一个职位的人 那么他说 这里有一个VAGA 这里有一个空位 我需要招聘人进来 这也是一个VAGA 所以说 只要是任何一件事上有一个空缺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用VAGA这个词啊 来去表达 那么好 在这句话当中 有没有同学注意到这个DODOR SANTOS 为什么说SANTOS医生要有这个DODOR呢 有同学可能会查字典 会说 这是一个博士的意思呀 你说的完全没有错 它确实是一个博士的意思 但是呢 在普语国家当中 对于这个DODOR的用法呢 还是比较广泛和普遍的 它不仅仅极选于博士这个词 比如说在一些职业上 都会把这个职业的人叫做DODOR 像医生 我们都会把它叫做DODOR 因为在普语国家当中 或者是西方国家当中 真正作为一个医生啊 获得这个医生的就业资格呀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历练的 如果说这个医生呢 可以独立的给别人看病的话 那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 我们先不管他的学历是怎么样 无论是什么硕士啊 还是博士啊 甚至是博士后啊 但是他至少具备了给你看病的能力 并且误诊率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在西方国家成为个医生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非常博学 我们都应该把它叫做DODOR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律师 有的时候呢 一些比较老资历的律师 或者是一些学问比较冤博的律师 或者他的胜诉率比较高的律师 都把它叫做DODOR 那么除此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啊 他们也把它叫做DODOR 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你的佣人单位里面啊 有一些比较高学历啊 高资历的人啊 一些前辈啊 或者他真的是拿到了博士或博士后啊 学位的人 我们都把它叫做DODOR了 这是一个在西方国家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名称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卢伊在回答什么 非常简单就一个词 Oltimo 非常好太棒了 不错 而接下来看Embregata说 你用什么名字 来就诊呢 或者说我们翻译的文奏译点就是 以谁之名来就诊呢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短语啊 相信大家已经记得非常熟悉了啊 好接下来看卢伊在说 LUISA MARIA STUARCHI 就报了一个全名 我们把它音译成 路易莎玛利亚杜劳特 好不好 然后女客服呢很遗憾 她没有听清 又问了一句啊 DISCOPE BOCHEBCHI LO NOMBOR FAVOR 看到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啊 我们在A阶段的时候啊 见到非常多的这样的表达对不对 抱歉我没有听清你再说一遍好吗 然后接下来LUISA说 LUISA MARIA D'OCHI 老师就不再音译了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Embregata回应说 LUISA MARIA D'OCHI 在这句话当中啊 有一些词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首先看第一句话吧 LUISA MARIA D'OCHI 意思是什么呀 您的这个就诊预约啊 已经定好了 已经预约上了这个MARIA D'OCHI 变成了MARIA D'OCHI 它表示的是一个一定的状态 就是已经预约上了 对不对 然后D'OCHI 写给了WINCHI MILE D'OCHI 这句话当中是不是有生词呢 D'OCHI 对不对 它动词不定是就是D'OCHI D'OCHI 当在口语当中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啊 一般都会把它认为是 我尽量要去做呀 我要尝试努力的去做一下呀 但是不一定都成功 不过呢 我有努力 我有尝试 那么有同学会问D'OCHI D'OCHI 这个动词它如果变成第三词成单数的话 不应该是D'OCHI 那怎么变成D'OCHI 对了 有同学反应过来了 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变位啊 绝对不是成终是一般现在式的变位了 那么SHAGARI WINCHI MILE D'OCHI 就是你尽量的要提前20分钟 到原因是什么 BARA目的是 好 这后半句话有没有生词啊 我相信有的同学可能不太认识这个词 叫做FISHER FISHER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表格 我们去医院填的表格呀 去移民局呀 去警察局呀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财政部啊 这样的公共部门经常要填的一种表格 都叫做FISHER 好吗 FISHER 那么GON OCEOS DADUS 这个DADUS是有同学可能认识 它是数据的意思 那么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信息的意思 DADUS 信息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呢 在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呢 特别容易的被利用到 比如说在电脑里面 我们所有储存的这样的信息 都可以把它统称为DADUS 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也可以把它叫做DADUS DADUSBUSWISE 就是个人的信息 或者说个人的数据 都是叫做DADUS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话 Ruiza回应 Con certeza 当然了 I posso pagar o consulta con GARDAO Muchibanku 我可以用GARDAO Muchibanku来付款吗 对不对 为这个就诊来付款吗 那这个GARDAO Muchibanku是什么意思啊 GARDAO是银行卡的意思 那么MUJI Banku呢 就是多功能的银行卡 这个MUJI Banku 在这个西方国家 还是非常常用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ATMG 能够去自动提款的啊 或者是能够去转账啊 去付一些水田费啊 就叫做MUJI Banku 那这样的一种银行卡 都叫做GARDAO Muchibanku 好吧 因此又说 我可以用这个银行卡 为我的这个就诊付费吗 然后Emplgata说SIMBODGE 是的当然可以了 NOW VAI PRECIDA CHIMAIS NADA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执意就是 您还不需要其他更多的服务了吗 这好像是一种反问句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翻译成 或者是把它理解为 您还需要其他的服务吗 就把这样的一个反问呢 变成了一个比较通畅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常用的 这种表达的方式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含义还是要理解的啊 然后鲁伊再说No 不了我不需要了 对不对 这是所有的 明天见 然后Emplgata说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学习到了很多的词汇 是不是 但是同学们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非常好的表达 那就是在电话咨询或者电话去预约看病的时候 应该去重点要去记忆的几种表达 老师首先要问你了 当你想打电话去预约就诊的时候 来表达自己的意象的时候 应该怎么说这个预约的话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啊 简单的想一想啊 或者是在原文当中找一下啊 哪句话是说我想去预约就诊呢 那么好 你可能看到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Luisa一开始说的这句话 就是 我们看到了 我想要 我想要去预约 那么这不就是表示自己的意愿吗 就是申请就诊预约吗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把它给一般化一点 那就是可以说 我想预约一次就诊 我刚才在课文讲解的时候给大家说了 这个Glia呢 是一种比较违反呀 比较谦卑的一种表达 那么我也可以不太谦卑 可以比较平白直述一点 非常直白一点 那就直接说 Gerumma garumma gonsuda 也是可以的哦 没有问题 那么大家可不可以延伸的想一下 这Glia还可以用什么字可以替代呢 哎 我们在A阶段啊 其实学习了很多类似的表达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一个词就是Glia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换成 El Gustavo Cimarcarumma gonsuda 呢 这是不是感觉到也是在表达自己的申请啊 或者表达自己的要求呢 我想预约一下就诊 什么Glia 大家还没有忘记吧 好 在电话当中呢 Louise 还表达出来自己的一种需求和希望 就是说我需要来做一下这样的就诊 这是我们在这个电话当中啊 无论是不是在情景当中 或者在其他情景当中啊 都会经常碰到的事情 对不对 我需要 这是我最基本表达自己的需求的这样一句话 当我说出我需要的时候 可能大家已经反映出来了 那应该有什么词啊 Blessisar 对不对 Blessisar 我们看原文当中在哪里有啊 对还是Louise 说的这句话 Blessisar Glia Uma gonsuda Uma Estebreza Posivil 老师在这句话当中听了很久 主要是给大家讲了 Uma Estebreza Posivil 那么其实在这句话的形式上讲 还是需要大家更多的记住 Blessisar Glia Uma gonsuda 这样的一个句是啊 我需要做一次纠诊 表示自己的一种需求和愿望 那么我们把它一般化一点 就可以把它说成 Blessisar Glia Uma gonsuda 我需要做一次就诊 那么我们说一种比较谦卑的讲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Blessisar 变成Blessisar Glia Uma gonsuda Blessisar Blessisar Necesidad 确实是Blessisar的一个同义词 但是呢 用在口语的表达上有点不太合适 从理论上讲 如果用成Necesidad g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呢 我们在一般口语当中呢 不太经常用这个Necesidad 特别是说 讲用表达自己的意愿啊 我说我需要做一次就诊啊 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用Necesidad 这个词啊 都会用Blessisar 这是一个口语的表达习惯的问题 并不是在理论上要去恪求什么 居然是情景对话当中 我们就应该更加尊重一下 口语的表达的习惯是不是啊 所以说咱只需要记住Blessisar 这个用法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这个女客服给Luisa说了什么 这个女客服呢 除了给这个Luisa一些问好啊 问候之外呢 还问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看原文当中啊 她说的第一句话说 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呀 你想预约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就是表示时间的问题 什么时间 光度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学习完了AE都知道 这个光度 表示时间的话 它是比较一个笼统的 可以说有哪一天 或者说几点当中啊 可以说比较一些大的时间面 也可以说一个非常细小的时间点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细化一下 比如说你想预约到哪一天呢 是不是也可以呢 对 完全可以的啊 我们再把它给细化一点 说预约到几点当中呢 那么可以说成 您希望几点钟来就证啊 我们通过这样一句话 延伸了不同表达的方式 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三句话 都希望大家把它给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那么好 居然问这句话呢 应该怎么去回复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下 因为在这句话当中啊 有一个 deseja 它的动词不定是 deseja 那么这个单词 在陈录师一般现在时 第一人称l 之下一个变位成 deseju 是不是 它是一个规则动词 那么我就可以回答了 deseju para amani 我们看这样的回答 是不是特别符合问句的 一种表达的需求和形式啊 deseju para amani 我希望是明天 如果说更加具体一些呢 我要定到几点当中 因为我其他时间都有事儿 我就想定到这个 七点啊八点啊 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说成这样的一句话 ber feria para ase chi da da chi 我更加希望是 或者是我更加喜欢到 下午的七点当中 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感想当中呢 就是晚上七点 我们注意到 这句话回答当中 用了一个我们之前 特别特别常见的词 就是ber feria 那么它的过去未完成事态 ber feria 就是表示一个比较 谦虚啊 谦卑的说法 ber feria 对不对 para ase chi da da chi 就是我更加喜欢到 下午 或者是晚上七点的时候 好了同学们 经过这样一番讲解 你是不是感觉到 我们在打电话 或者是在柜台去预约 就诊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表达的方式呢 心里更加有数了 是不是啊 也更加有底气了 那么好 我们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明白了 这篇小课文的意思啊 并且它的整体的架构也清楚了 那么就来做一些小小的练习题呢 就是关于阅读理解的题 就关于这篇文章 看你理解的是不是透彻 那些细节有没有把握到呢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就是 意思是什么 同学们可以自己翻译吧 就是为什么 Luisa 要给医生的诊所打电话呢 好 我们注意到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老师认为啊 这个问题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从介绍背景的第一句话 就能够感受得到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Luisa 她是又头疼啊 又发烧了 并且还有好几天 都有三天了 所以说她不得不要去找下医生 看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了 那么好 我们知道去回答什么样的信息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回答呢 我们要造句啊 首先第一个词 我们不要忘记是不给因为 因为呢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知道她首先问的是为什么 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回答是 因为 因为他觉得已经病了 他发烧并且头疼 是不是 哎我们看这个回答呢 跟原文不是特别的一样 有同学可能想把原文给照抄下来 但是老师觉得呢 不太合适 因为当作为一个阅读理解 去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 你这样直接照抄原文呢 有点太生硬了 太假 没有体现出我们能够理解啊 原文的意思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语言呢 加工和转化一下 对不对 先说因为她病了 所以说她肯定要看病 病的怎么样呢 它发烧并且头疼 这是更加具体的一些解释 这样的回答呢 就更前完美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他已经病了多长时间了呢 我们这句话该怎么回答呢 我们刚才看背景介绍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已经有三天了 是不是 那么该怎么去回答呢 他已经病了多长时间了呢 我们这句话该怎么回答呢 我们刚才看背景介绍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已经有三天了 是不是 那么该怎么去回答呢 对不对 不要太随意啊 不要只写它的名字 写的稍微完全一点 那就是 o me chico shamas carus santos 对不对 好 第四题 Bara quando é que embregada marga consuda da Luísa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说这个女克福啊 为 Luísa 她预定了什么时候的就诊时间呢 对不对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原文就能知道啊 embregada还专门呢 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想预约到什么时候看病呢 Luísa呢 说了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然后呢 这个embregada 就给她预约了时间 有原文为证 那就是 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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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o stemma vaga amnian a stres da darji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时间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来回答一下吧 那就是 a embregada marga a consuda 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女克福呢 定了一个就诊的时间 bara do amnian 到明天 同时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具体的时间点 就是下午三点 a stres da darji 好 接下来看下一题 por que é que la Luísa deve chegar a antes da hora de consulta 为什么Luísa 要提前的到这个诊所呢 看到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也是有心理反应的 但是在原文当中就有明确的提到 就是在embregada 对Luísa提出要求的那句话当中 我们看 a consta está marcada Denji seca la vinci minutos angis bara el brinchele a ficha con o seu status 好 我们看到了吧 这是原文哦 就是说你需要提前二十分钟到 原因是bara el brinchele ficha con o seu status 让我去填一下你的信息 这个内容我们知道了 应该怎么去回答呢 来造句吧 我们看到问句是por que 所以说我们回答的时候 依然要用这个bur que 要有问就有答 bur que a embregada du consultorio 这个诊所的女客服呢 Denji brinchele ficha della angis de consulta 必须要填写一下表格在她就诊之前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因为啊女客服要在她就诊之前呢 填一下她的一些表格 那么好 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回答可能不是都特别一样 但是大家一定要突出出来重点的信息呢 就brinchele ficha 有这样的句话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全对了 然后接下来看下一句 gomega luisa vai pagar con suda 意思是什么呀 是luisa怎么去付这个就诊费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信息就要从luisa的口中来去获取了 那么刚才啊老师讲了很久的这个 关于gadamuji bangu的事情 同学们应该印象深刻 所以说毫无疑问 luisa是用银行卡去支付的 那么这个回答的问题的造句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直接基本上把这个问句照抄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一起看啊 就是 a luisa vai pagar con suda gong o gardao muji bangu 对不对 同学们用不用对这个gong 这个前置词呢 一定要知道啊 这gong呢 就相当于我们英文当中的with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去做 那这baga gong o gardao muji bangu 好 其实到现在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destua这篇课文完全的学习完了 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生词 还学到了一些固定的表达方式 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电话或者现场 去预约医生这样的一个方法 同学们在课下一定要自己多用功多用时间 把这个destua的课文呢 多读几遍 把我们这节课学到的一些重点的表达和一些生词呢 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给理解清楚 并且给备讳尤其是哪些重点的句子哦 等一下同学们一定要做一些练习题认认真真的哟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到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